整点电影 一本好书这几年,好笑到了文化类综艺的风口,文博类,古典诗词类,文学读书类,文化旅游类的综艺节目层出不穷,这当然是好事,至少有人看节目,不是单纯为了看明星,开始有人关心历史,在乎一件文物的价值,但将文化和娱乐结合,很多却只是让文化成了娱乐的素材。 在节目消显之后,很多微微素性的关注还是假然而止,毕竟,节目中就只是节目,这次的一本好书,却不是如此,它可能是唯一一棒在观上电视之后,让人心里仍留有韵的节目,看过见字如面的人,应该可以理解这种简单又意味深长的韵味。 在那个节目里,通过明星嘉宾读信的情感演义和书信的文字内容,让观众感受到特殊年代的生活,情感和精神。 这次一本好书的导演是同一个,观众文,节目形式和质感更为深度和高级,通过嘉宾的舞台场景化演绎介绍,推荐一本经典好书,千万别对舞台场景化演绎麻木。 虽然今年已经有两个同志的节目,一个我就是演员,将演员在舞台上演一赢,是片段,核心是通过剧本情节的起落表现演员的高潮演技,经常不管故事的逻辑和情感合理性,应言。 因为重点是看演员,一个是幻乐之城,大型MV直播现场,故事框架简单通俗,情节台词不重要,重点是情感渲染和氛围营造,通过镜头,灯光,音乐,舞美的结合,给观众一种很厉害的感觉。 导演关正文跟演员探讨一本好书则不一样,他所有的舞台和演绎都是为了回到了书本身,或者说文学本身,只说文学二次可能太过专业,直白点说。 节目的表现和心在于抽取一本经典书籍的精华部分,通过对书籍的主题精神和故事情节的激烈,讲书人的表达,和演员在舞台上的表演,让观众看到一本好书的吸引人之处。 不得不承认,在工作生活压力之大,娱乐选择丰富的当下,看书的人却是越来越少了,在要受了一天的工作之后,很多人在哪有心情去捧读一本书,宁愿打开电视,放空的看一段综艺,大笑几声睡个好叫,竟然无法批判,那就花点力气,去重新点燃人们对看书的欲望。 力气花的哪儿,兴起精致的舞台观感,紧张精彩的戏剧性,舍利明星的演绎,当然还有深刻的故事内核,节目形式和很多大综艺节目一样,有着华丽精致的舞台美术背景,但不一样的,节目里可以见到了第一次在国内综艺舞台上使用的环形舞台,有心者会发现,这与话剧大师赖声穿的大作,如梦之梦又同工之妙。 环形舞台切割了多个场景和时空,让一本出力的年代,背景和故事发展,能够通过人物的所谓,灯光的切换,在一个舞台上流畅衔接转换。 这种较少在电视上出现的舞台剧表达形式,应该会给很多观众耳目一新的观感,环形舞台分割戏剧时空,比如第二期推荐的书是万绿十五年,讲书者是王静松饰演的老年万绿皇帝。 他的舞台场景是万绿皇帝的一方皇令,但在锦敏之隔的另一个时空,是他讲述中回忆,的自己年少时的此进城场景。 这种戏剧和时空的直接碰撞,毕竟是距离,用艺术处理的时空对话更让人感慨。 当然,精致的舞台形式不过是戏剧辅助,重要的还是戏剧的表演和主题内核。 第一期推荐的书籍是经典的《月亮与六遍世》,这书著名到即使没看过的人大概也略听过书名。 在节目的重新整合体练下,老戏古照丽兴成了著名的作家毛母,也是这个戏剧的讲述人。 有个有意思的话剧技巧是,整个过程中,讲述人可以在两个时空中随时切换,一个是讲述者跟现场观众的时空,他在给观众讲述一个故事,一个是讲述者故事里的时空,讲述者转头回到舞台里, 就变成了故事里的当事人,完全忽视观众的存在。 可能相比起两个正经危作的文化人,跟我们分析经典名著的意义,这样一个当事人跟我们对话时,地讲述其他的故事或经历,更能吸引起我们的兴趣。 于是,我们可以神奇的看到,一个百年前的作家出现在我们面前,轻松随意的跟我们对话。 他跟台下的观众讲起,他遇到的一个人,富居光鲜的证券经纪人斯特里,还有他幸福美满的家庭。 在认识没过多久,毛母却听说斯特里抛弃家庭独自去了巴黎。 在斯特里妻子的请求下,毛母只能去巴黎找斯特里,去了才发现,斯特里的出走不是因为外遇,而纯粹是因为,他想要画画。 斯特里夫人向毛母哭嘱故事并不惊奇。 但如果不是这次节目的介绍,估计很多人永远都不会去了解月亮与六辩氏,这本经典名作到底在讲什么? 也是在这样不惊奇的故事里,我们看到了毛母对斯特里的质问,为了想要画画,竟然抛弃17年的妻子和儿女。 为了想要画画,不惜低头逞去要钱,为了想要画画,甚至对不起救济他的朋友德克,和德克的妻子一起。 崩溃的德克正如导演说的,这样的故事,如果没有一个好演员,将会变得非常的不合理,只会让人感觉到讨厌,而感觉不到人物的魅力。 还好,在赵立心过硬的台词功底,和黄威德滇黄魂弹式的演绎下,两个人的冲突强烈,喜剧感紧张,将观众完成沉浸入了故事和人物,也看到了这本经典名作提出的思考。 月亮代表高高在上的理想,六便是代表脚下的现实,理想和线,神,怎么取舍? 毛母和斯特里激烈冲突出了主题,那一连传饱满的,带着哲似的台词,在艳人的激情隐移下。 不仅让人感到戏剧的过瘾,更让人感受得到文字和思想之美,这是在大白话表达是泛滥的当下,让人解围的那种萌雅的美感。 斯特里对画画的选择,你真是个蠢货,我都跟你说了我必须画画,我身不由己,一个人掉进了水里,不管他有的好不好,他必须挣扎,不然就得淹死。 毛母对斯特里的不解,想让别人认可,这是人类文明的本能,良心是什么? 是心灵的守门人,社会,社会要向前发展,就必然要制定一套礼仪规则。 他是我们心中的警察,一个人一旦有了半点脱离集体的想法,马上就会受到他的斥责,而人总会说服自己,相信集体的利益大于个人, 并且为自己有着敏锐的良心而非感骄傲。 但现在,在我们面前,真的就有这么一个,不在乎别人看法的人,为什么说,这是我们一直在等的节目? 因为现在阅读的人越来越多,看书的人却越来越少,微信微博,资讯APP,社群网站,我们每天都在阅读, 在碎片话,段子,还有话题公演讨论,他们都是文字,却不是文学。 所以,我们开始证明记,我们开始找什么? 好